世界门新闻网mnewstv.com 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乱世书香》 剧中反复强调了文人的风骨 并且演出了一些范例 很多观众可能会感叹君不如稀了 我觉得至少八九民运期间 很多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表现不逊于古人 特别是那些不怕牺牲的学生和市民 表现出了中国五千年文化带来的风骨和勇气 至今仍让我感动流泪 风骨在西方叫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也就是不被权势和金钱所左右 独立探索真理并且不怕牺牲的精神 这和中国传统中的风骨是相同的概念 风就是不畏权势的独立性纯粹性 不是随风倒的风派投机分子 骨就是强硬凝折不弯 敢于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性命 这在欧美国家是被尊崇被制的高尚品格 相反的性格在北京话里叫做推肉面瓜 八九民运时不仅有让人尊崇的风骨 也确实有见风使舵的投机和优柔寡断的面瓜 孰情孰众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广场上成百万的风骨 没有领袖失去了方向 像惊涛骇浪中的小帆船一样 难逃亲父的命运 而位高权重的决策层中 暴政一方的坚定和多谋善断 把历史大方向扭转向倒退 并且血流成河 八九民运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风潮 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 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在专制暴政的淘汰和筛选之下 文人的风骨在迅速的退化 独立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 反而大量存在于民间 而这种风骨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是中国摆脱暴政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文人风骨或者独立知识分子精神 起源于古代的世代夫阶级和贵族歧视阶级 所以也有说法叫做贵族精神或者君子风度 现代崇尚人人平等了 政治正确只好改为独立知识分子精神 但内容没有多大的变化 古代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和信息获得的困难 奴隶阶级和平民百姓很难产生知识分子 何况独立知识分子 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各国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独立思考的宝贵价值 而本阶级中可以接受知识 又不被恐惧和生存所困扰的人力 所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智慧 往往决定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秦汉以后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扩散 使得平民阶级人才辈出 并且发展出了使平民知识分子地位 可以上升的科技制度 在西方也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知识扩散 在近代发展出了非贵族的独立知识分子 但他们的风骨和精神却是相同的 而且都是继承了古代文人发展出的精神 因为这些风骨和精神 正是知识分子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之所在 当然每个人的遗传和环境都不一样 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有大量相反的产品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坚定小人 现代所说的投机分子 在一个专制环境中 独裁者们最喜欢的是 善于谄媚拍马的坚定小人 最有价值的独立知识分子被淘汰 社会发展停滞或者倒退 古代中国比较自由的环境 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的关键条件 其中独立知识分子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 得以发挥他们的才智是关键的原因 而不断产生的暴君和独裁政治 恰恰是经济停止倒退 最终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西方的现代民主虽然不够完善 但展现出解决改朝换代天下大乱的能力 优于中国古代的不稳定的自由环境 这就是近百年来人人知识们 学习西方的最主要的原因 共产党学来的专制浓浓制 只能使中国停滞在落后的位置上 如果不是立刻崩溃 世界门新闻网 中美贸易第三轮谈判 美国向中共提出致命的要求 要求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 有专家指 这恰恰是中共最怕的事情 也可以说是中共的底牌 因为改变经济结构 恐会危及中共的政权 6月3日 中美第三次贸易谈判在北京结束 这次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在谈判中 中方提出愿意购买近期百亿美元的农业 和能源产品 但希望川普政府放弃关税 金融时报则引述一位 听取了简报的人士的话说 中方要求川普政府公开宣布 不会征收关税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报道还强调 在第三次谈判期间 华盛顿还向北京直接提出了 改变经济结构的要求 而这对中共来说无法接受 分析家指出 美国希望中共改变经济结构 以达到永久性改变对华贸易赤字 6月2日 美国财长努西在加拿大 七国集团财经会议上表示 美国除了要求中共增加购买 美国商品以外 还希望中共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 他说如果中共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 使美国的企业能够公平竞争 就能够解决美中巨额贸易逆差问题 但这恰恰是中共最怕的事情 麻省理工斯隆学院教授表示 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是制度冲突 唯一的办法就是 中共加速市场化的改革和建立健全法制 但如果真的改变经济结构 难免会影响到中共政权 该教授强调 中共其实有很多利润 是通过不遵守国际规则撞到的 要遵守规则就代表 中共未来的收入会大幅减少 从而增加中共垮台的风险 美国的要求威胁到了中共的底牌 因此中美贸易战陷入僵局是必然的 有评论认为 中共在政治上仍然是极权专制制度 严密控制整个经济运行 不存在公平竞争的环境 中共现在表面上是市场经济 但实际上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计划经济 这种不伦不类的经济模式 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隐患 中共经济已成为依赖型的外向型经济 一旦失去外部环境 中共经济将立即崩溃 而在参与国际贸易交往中 由于中共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与许多国家形成不对等贸易 致使中共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不断 文章最后指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不承认 中共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共将会被逐渐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这对中共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已经向中共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自美国总统川普3月份宣布 对中国500亿商品征收关税后 中美贸易关系陷入紧张状态 中美之间为此已进行了三轮谈判 5月4日 美财长鲁钦率领美国团队访华 首轮谈判 双方分歧巨大 5月19日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克率代表团访问华盛顿 开启第二轮谈判 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中共承诺扩大购买美国商品 旨在缩小美中高达375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 但川普表示他对谈判并不满意 他称那只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起步 6月3日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团赴北京 展开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 这次美中双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也没有透露会谈细节 当天 中方发表声明称 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 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白宫4日发声明称 会谈聚焦中方对美的农产品及能源采购 美方并向中方转达了川普的明确目标 即实现两国贸易关系公平化 一方是美国或西方代表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另一方是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发展 两国的意识形态交锋也日趋激烈 而中共锐实力渗透 也已经引起全球多个国家的警惕和反击 美国国会两党六名众议员6月5号 共同推出反制中共政府及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 要求美国各政府机构调查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 并公开发布报告 法案还要求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有议员表示 孔子学院威胁美国学术自由 并存在进行间谍活动的风险 这是美国政府出于警惕中共意识形态渗透 而采取的最新行动 最近 随着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发展 两国的意识形态交锋也日趋激烈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腾彪说 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最近三四年来最突出的时候 而且越来越被西方学者和政界意识到 甚至有人提出新冷战的提法 法学博士张杰说 中共现在又开始实施新的极权主义 开始跟俄罗斯 跟朝鲜组合在一起 他们就把以前邓小平所谓抛光养晦这一种策略彻底抛弃了 认为自己国家强大了 可以跟美国跟西方世界抗衡了 所以在台海 在很多地方不停地炫耀武力 而同时经济上对西方国家进行限制 去年底美国民主基金会公布一份报告 将中俄拓展影响力的方法称为软硬兼施的锐实力 也就是不仅利用所谓中国模式的投资 贸易等硬实力手段 同时也在全球大规模兴办孔子学院 推行大外宣 钳制新闻舆论等软实力手段 扩张红色意识形态 滕彪说 中共实际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去对其他的国家进行渗透 包括媒体 包括操控国际人权机制 包括影响西方的选举和政治运作 包括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统战部等等 对西方的学术自由 民主选举 言论自由等等都构成了伤害 目前中共锐实力已经渗透全球 也开始强硬要求从跨国企业到外国期刊都要符合他的政治正确 近期中共去信全球36家外国航空公司 要求他们改标台湾为中国台湾 否则可能影响与中国大陆航权 张杰说 我觉得他是一步步在走 他目前要做的就是武力统一台湾 接着第二步 他要引领这个世界 其实很多事情已经显示出这种苗头 比如说召开了所谓的世界政党大会 高调纪念马克思主义 所以目的他是有他强烈的意识形态的 不过 美国政府已敦促其主要航空公司不要配合中共 中共的意识形态输出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反击 澳洲总理特恩沃尔公开斥责中共干涉澳洲内政 并在去年12月宣布了新的反间谍法和反外国干预法 阻止中共的渗透 新西兰的国安部门对北京政治干预表达担忧 呼吁政府公开回应当下的国安威胁 而德国智库报告 中共即投资渗透欧盟 总理默克尔也警告 警惕中共渗透巴尔干地区 美国国防部年初发布2018年国防战略纲要 直指中共为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并将在中共干涉的问题上 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 以应对中共渗透和腐化民主国家的锐实力 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克鲁比奥 5月23号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表示 民主在道德上优于独裁体制 如果我们允许中共以欺诈的方式取得统治地位 这个星球上将涌现更多的独裁国家 民主国家将减少 而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传一样难逃轻负的命运 而位高权重的决策层中 暴政一方的坚定和多谋善断 把历史大方向扭转向倒退 并且血流成河 八九民运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风潮 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 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在专制暴政的淘汰和筛选之下 文人的风骨在迅速的退化 独立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 反而大量存在于民间 而这种风骨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是中国摆脱暴政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文人风骨或者独立知识分子精神 起源于古代的世代生的精神 这和中国传统中的风骨是相同的概念 风就是不畏权势的独立性 纯粹性 不是随风倒的风派投机分子 骨就是强硬 凝折不弯 敢于坚持真理 不怕牺牲性命 这在欧美国家是被尊崇备制的高尚品格 相反的性格在北京话里叫做推肉面瓜 八九民运时不仅有让人尊崇的风骨 也确实有见风使舵的投机和优柔寡断的面瓜 孰情孰众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广场上成百万的风骨 没有领袖失去了方向 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范里夫阶级和贵族骑士阶级 所以也有说法叫做贵族精神或者君子风度 现代崇尚人人平等了 政治正确只好改为独立知识分子精神 但内容没有多大的变化 古代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和信息获得的困难 奴隶阶级和平民百姓很难产生知识分子 何况独立知识分子 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各国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独立思考的宝贵价值 而本阶级中可以接受知识 又不被恐惧和生存所困扰的人力 所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智慧 往往决定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秦汉以后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扩散 使得平民阶级人才辈出 并且发展出了使平民知识分子地位 可以上升的科技制度 在西方也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知识扩散 在近代发展出了非贵族的独立知识分子 但他们的风骨和精神却是相同的 而且都是继承了古代文人发展出的精神 因为这些风骨和精神 正是知识分子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之所在 当然每个人的遗传和环境都不一样 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有大量相反的产品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坚定小人 现代所说的投机分子 在一个专制环境中 独裁者们最喜欢的是善于产品 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乱世书香》 剧中反复强调了文人的风骨 并且演出了一些范例 很多观众可能会感叹进步如稀了 我觉得至少八九民运期间 很多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表现不逊于古人 特别是那些不怕牺牲的学生和市民 表现出了中国五千年文化带来的风骨和勇气 至今仍让我感动流泪 风骨在西方叫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也就是不被权势和金钱所左右 独立探索真理 并且不怕吸引